Hello 大家好 如這個圖片所見到 今天教的就會在Pokemon裡面 什麼叫做個體值 以及如何合出一隻5V的精靈 那我們逐步逐步來 首先要講解的就是個體值 個體值一般 你按個體值上網上搜尋 只會搜尋到第一行這一堆東西 我都很簡短地說 個體值是精靈能力的一組數值 是與生俱來 沒辦法改變的 是每種精靈的一個隱藏參數 能力有分六種 就是大家所見的能力表 血、HP、攻擊、防禦、特攻、特防速度六種 簡單來說 個體值就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數值 上面都有說 所有的精靈都會有 而這個個體值會影響這隻精靈的強弱之分 個體值的範圍是有0-31 0是最小 31是最大 31就簡稱為V 而30是U 還有其他也有分 例如0可能就叫做0 然後28、29這些都有 但這裡我就不說了 只教31是V 30是U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留言一下 這裡有什麼不清晰的地方 這裡就有些設計上的問題 我們飛一下 好了 首先要知道的 你生眼前首先要知道的 就是一些5V 5V對項 5V錯項 這些術語是什麼 術語是什麼 如果有人說 我有一隻5V的謎2Q 5V的謎2Q 即是代表這隻謎2Q 有5項數值 擁有31個體值的能力 如果有人說 我有一隻5V對項的謎2Q 即是代表這隻謎2Q 有5項數值 擁有30個個體 跟上面一樣 但這個就有不同了 是他心目中完美的個體值 那什麼意思 什麼是完美的個體值呢 即是說 HP、攻擊、防禦、突防、速度 這5項能力值 都達到31個體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根據謎2Q的能力值 謎2Q是比較適合做一個物理輸出手 如果有看到那個能力表就知道 他是不太適合做這個特殊的輸出手 所以理所當然 而估計5V對項除了特攻以外 全部都滿個體 也就是31 也就是5V對項 根據上述 5V錯項就是什麼呢 5V錯項就是很大機會特攻有V 攻擊沒有V 或者是攻擊特攻有 但是防禦那項沒有V等等 這些就叫做5V錯項 就有其中一項就沒有拿到V 有一項不需要用到的 例如特攻就拿了V 為之錯汗 好 下面了 6V當然就是代表6種能力都達到31的數值 可以說是完美的精靈 後面我都有寫的 其實有機會不是的 有些技能有機會會根據那隻精靈的強弱 譬如有些技能是根據對方精靈的攻擊作出輸出 如果你對方那隻是很高攻的 非常高攻的 特攻手來的 但是就是6V 特攻手6V 那隻技能打下去 就有機會傷害會提高一點 對了 這裡其實5V是比較適合的 我覺得 其實還有很多 但是這裡也只是介紹一些基本的 好 剛剛也提到過 過體值是否無法改變 究竟 過體值是否真的無法改變 這裡寫錯字 答案就不是的 因為在新的世代入面 可以透過一種金色銀色王冠這兩種道具 特分一隻精靈把一行的能力值升到V 也就是最大 譬如我看到我的精靈的血量是0 可以利用這個特分把能力值升到31 升到31 但假設一隻精靈對行5V都是用特分打造出來 真的有一個0V的精靈 將用這個銀色王冠升到5V 那麼他的後代會不會繼承能力呢 答案就不會 因為後代只是繼承父母與生俱留的數值 特分一成果就不會計算 假設這裡是一個整容的例子 一個母親就不斷整容 整得自己非常之漂亮 然後生了兒子 兒子會不會繼承整容的能力 整容的樣貌呢 並不會 所以這裡是一個要留意的地方 但是這個比較好用 這個金色銀色王冠比較好用的地方就是 如果當你的精靈欠一個V就可以達到5V對行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用銀色王冠 就未必真的要不斷生到5V為止 看大家的傾向去哪裡 好 我們下一個 好 這裡再講一個方法 生出5V對行精靈的方法 這一篇也是影片的重點 首先要準備一隻想要的母體精靈 也就是癡性的精靈 因為後代只會根據你的母體精靈 而不是附體那邊 紅性那邊 即附體的精靈要找哪一個呢 當然就是找回同一種族的精靈做附體 什麼叫同一種族呢 同一種族的意思就是說 同一個相同的蛋群 相同的蛋群 這裡都有寫的 假設你想要的精靈是鯉魚王 首先你必須要找一隻癡性的鯉魚王 作為母體的 同一隻跟鯉魚王相同蛋群的紅性精靈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相同蛋群的有哪些呢 這個就要上網去查了 這個就要上網去查了 鯉魚王的蛋群為龍群和水中二 龍群和水中二 所以癡性的鯉魚王 是能夠跟紅性的噴火龍 生出鯉魚王的後代 大家這一點可能會有點明白 噴火龍因為他也是有龍群的關係 所以能夠跟這個鯉魚王生出後代 生出來的後代就只是鯉魚王 就不會是噴火龍 除非噴火龍是女生 而男生是鯉魚王 這樣就可以生出噴火龍的後代 OK 那你再飛下一個 下一個就會是劍盛的一個生冷的準備道具 好 首先你就要準備一條紅線和一個不變之石 紅線就是一個孵化道具 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攜帶 後代就會隨機繼承父母體其中五項的能力值 五項的能力值 即是假設 這裡也有寫 假設這裡是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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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裡 這兩個合在一起 會生出什麼結果呢 就是以下這個結果 就能夠造成血攻擊防禦 突防速度V 對 突防速度V 也就是5V對項的意思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明白這個表 但是可以得出你附體和母體的能力值要有不同 對 真的要有不同 譬如附體就有速度的三十一 而母體就沒有 但是母體那邊就有三十一特防而附體沒有 這兩個合在一起就很大機會出以下這個結果的後代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運氣的問題 也要不斷去孵化等等 到北面之石了 北面之石也是孵化的道具 能夠100%繼承父或者母體的性格 能夠強制精靈後代的性格 如果你不用這個北面之石就會隨機生成一個性格 也是必備的道具 5V對項對性格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下一個簡單的生蛋教學 因為我不太懂得怎樣教 希望上面的一些文字也可以教到大家 OKOK 首先你要準備一隻至少有3V你想要的母體精靈 為什麼我要說至少有3V呢 因為其實這個版本都很容易獲得3V 其實不一定是3V 只不過3V我覺得比較容易理解 然後一隻4V的附體精靈 現在劍盾都比較容易獲得 但是那個能力值呢 那個V數呀 個體值那些要跟母體不重複的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一篇 就是這一篇 這裡附體有母體沒有的東西 那母體也有附體沒有的東西 所以就會合出一隻強勁的後代 那這裡也就是這個意思 能力值要跟母體不重複 然後利用紅線和不變之石這兩個生蛋的道具 不斷重複生蛋 當你的後代精靈給母體多V的時候 就可以換回後代精靈上去取代這個母體 假設這裡兩隻生蛋 這兩個生蛋 得出的結果可能是一隻女生 但是它是有頭4個V的 那你就可以考慮換走一隻母體 還有一隻的後代取代 OK 從而不斷刪出更高V數的精靈 最終就可以獲得一隻5V或者6V對性格的精靈 沒錯 那也是一個比較簡單 我覺得現在的生蛋是比較簡單的 OK 那差不多結尾了 最後了 而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八變怪呢 就是因為八變怪能夠變成 父或者母體的強大精靈 譬如如果你有一隻男子的鯉魚王 但是你沒有一隻女子的鯉魚王 那就沒得出鯉魚王 所以這裡八變怪就可以大派用場 一隻男子的鯉魚王 和一隻八變怪 放進那個生蛋屋裡 它是可以生蛋的 也就是說八變怪就是符合了這個父母體 能夠變身成父母體的強大精靈 OK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影片如何 因為我自己的解釋也有點差 盡量就已經以最簡單的方式去教導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清楚明白 而且這一篇的文章 可能會有些... 講解方面可能會有些差 講解方面有些差 還有... 理論上應該沒錯 理論上應該沒錯 因為... 這些都是我打的 這些都是我打的 都... 上網看過一些資料 然後再打出來 大致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新手看這篇文章的話 應該是比較OK的 但是如果是... 老手的話看這篇文章 可能都... 應該不需要看的 我相信 OK 那下次再有一些什麼劍盾的教學 就再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還沒訂閱 幫我按訂閱 我們會有更多的劍盾 影片推出的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